哈喽安娜达 曾经有一部回家的诱惑火遍了大江南北 结局渣男红世贤带着艾莉殉情啊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我的男朋友 然而他们俩的故事并没有完结 没有想到他们两个熟地下 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 又给我们带来了一部 全新升级版的爱情神剧 琴迷睡美人儿 他们两个又将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就知道你一直都这么爱我 女主角叶依山 是一家公司的小员工 因为一次业务洽谈 她偶遇了她的前男友琴明浩 叶依山看着琴明浩 瞬间意乱琴迷 琴明浩 哦 这个臭男人粉嫩的嘴唇 怎么比我还性感 难道是前世的诱惑 我觉得是诱惑 其实他们两个之前是很相爱的一对 可是琴明浩的奶奶不喜欢她 所以才导致他们两个分开 这一次琴明浩又遇见了她 就坚决不能让她走了 两个人爱得是一塌糊涂 立刻就复合了 我希望你坦诚地告诉我 你到底还爱不爱我 我爱你 我从没有爱过别人 事情传到了琴明浩奶奶这边 奶奶又不干了啦 如果你一定要跟那个叶依山结婚 我就和你断绝关系 你好 你好 你给我这儿 奶奶被气得直堕啾啾 奶奶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她一个人跑去了郊外的别墅 好可怜 在这儿总比过去受人气好 女主叶依山就涂上了美美的口红 主动去别墅找了奶奶 依山就照顾了奶奶一夜 奶奶居然被感动了 然后就同意他们俩在一起了 奶奶同意 名号跟依山的婚事 真的假的 奶奶 我高兴得都快哭了 这剧情也太儿戏了吧 玩的呀 女主角叶依山她还有个亲妹妹叶依婷 和她是完全不相同的性格 姐姐依山温柔能干 又心地善良 而妹妹依婷却是脾气暴躁 还特别败金 在路上随便看个有钱人 都会晚上贴贴 哥什么时候差过钱是不是 喂 你是婷婷 我只是想借钱买一件破衣服 衣服啊 给我包起来 这位姐姐请克制你自己 但其实这个依婷是有男朋友的 叫许岸 她还还上了许岸的孩子 可许岸太穷了 她根本就看不上 所以一直拖着不肯结婚 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 你拿什么养她 你拿什么养我 你搞清楚 你还租房子住呢 她还把和许岸的孩子给打掉了 妹妹依婷就是这么任性 她一定要嫁入豪门 当她听说姐姐一山 又和富二代秦明浩复合了 那心里面真的是羡慕嫉妒恨啊 一婷 你怎么了 我不需要你来同情我 反正你现在是家里最棒的胜利者了 我不需要你怜悯我 你瞧瞧 就是酸 就想吃点酸的 一山这个姐姐非常的宠妹妹 所以她和秦明浩上游艇度假 都会带着她的妹妹一婷 坐游艇吗 秦明浩的游艇 那你答应了是吧 当然了 没有想到一婷当着她的面 就勾引自己的准姐夫秦明浩 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帮我姐涂过防晒油 这 这我怎么能给你擦呢 你这 姐不合适 不好意思 我是秦明浩 不是红四姐 思想都稀化了 秦明浩果断拒绝了一婷 秦明浩也觉得 她和一山之间有好多人想破坏他们俩的感情 她必须要立刻和一山结婚 我特意准备了一颗 红宝石的戒指 绝不是为了炫富 这戒指代表了我们曾经分离过三年 对对对 你不是炫富 宝石戒指 宝石戒指就活一辈子啊 就可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的 她们两个的订婚业马上就要举行了 这个时候她的妹妹一停又开始作妖了 订婚当天 姐姐的订婚戒指她要戴 那个是我的戒指 你怎么那么小气啊 我就戴一会儿 姐姐的订婚礼服她也要穿 这件是我的 我不要 我偏偏要挑这一件 甚至连她姐姐的假发套她也要戴 来来来快点 那干脆你去结婚算了 可是姐姐一山就是很宠她 就把衣服戒指都给妹妹穿了 接着两姐妹就开车前往订婚现场 在去的路上 她们两个在闲聊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妹妹一停打过胎的事情 这个孩子说到底都是你们两个的 你就这么打掉 好像不是太好吧 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做主 这下可好激怒了一停 突然一阵狂躁 一揪油门踩到底 出车祸了 她们两姐妹都被撞得破了像了 连她们两个亲妈都不认识了 因为妹妹一停穿了一山的礼服 还戴了一山的订婚戒指 所以大家都把她们两个身份搞混了 这个时候秦平浩的奶奶又不干了 她才不要一个破了像的孙媳妇呢 这裹着一个大白头去结婚 丢死人了 一山妈妈 一山现在这种情形 她怎么可能做我们亲家的媳妇呢 奶奶又开始逼她们两个分手 一停听到这个话非常的愤怒 她还要替姐姐去报仇呢 于是她就冒充姐姐一山的身份 要秦平浩娶她 没想到秦平浩居然没有看出来 这个是一停 还真的以为是叶一山呢 她非常的专情 她没有听奶奶的话 她说她一定会娶一山 好感动 这下妹妹一停可开心了 不过她冒充姐姐也不是完全没有破绽的 其实她早就被她的男朋友徐岸给看穿了 你是一停对吧 给我看看你的手 一停的手上有一个伤疤印记 只有徐岸知道 可是徐岸就是不说 就是玩 你说急不急人 因为徐岸心里面最爱的人就是一停 她愿意支持一停做出的每一个决定 你承认自己就是叶一停 不 我是叶一山 是秦明浩的未婚妻 瞧瞧 什么叫自律 因为姐姐一山出了车祸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 而且她伤得很重 就剩下一张嘴了 所以一停才可以一直冒充姐姐 她还让秦明浩出钱 给他们两个姐妹做了整容 她把自己整成了姐姐叶一山的模样 这不是奇迹 这是你叶一山应得的 你最初的美丽 而姐姐叶一山却整成了她的模样 亲爱的姐姐 我们好久不见了 什么年代了还搞换脸 更让妹妹一停欣喜的是 她的姐姐醒来以后居然失忆了 这一停现在虽然醒了 但是现在你知不知道 她现在还失忆呢 这一下她可以光明正大地冒充一山了 姐姐失忆了吗 那我是不是还可以 以姐姐的身份 活出我的精彩呢 呸 臭不要脸 妹妹一停顶记姐姐的身份 嫁给了秦明浩 因为她本来性格就暴躁 所以每天都在秦家作妖 秦家的长辈只要多说她两句 她马上就会反击 她还逼秦明浩使用特权 把她安排到秦明浩姐姐的公司里当高管 这假一山天天在家里作妖 把他们秦家搞得乌烟瘴气 两个人是三天两头的吵架 我讨厌你们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 我讨厌你们的虚伪 好好好 我讨厌你这么跟我说话了 也够了 秦明浩真的很烦恼 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多么的温柔善良 怎么结婚以后成这样了 不过秦明浩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她老婆的身份 那个前男友许暗也是的 真是个非常莫名其妙的人 他明明可以告诉秦明浩真相 可他偏要拐这弯搞提示 我总觉得躺在我身边这个女人 是个陌生人 也许她真的就是一个陌生女人 开什么玩笑 大哥你这样问累不累啊 难怪这个电视剧能拖七十多集 另一头真正的一山顶着他妹妹的面容醒了过来 虽然她失忆了 可工作能力还是一样的优秀 她也被介绍到秦明浩姐姐的公司里上班 姐姐一山的工作能力非常的突出 不错啊一婷 越来越好了 这下妹妹一婷就不爽了啦 就非逼她辞职 为什么突然让我辞职 我真的不想丢了这份工作 求求你 我就知道你不会离开的 你怎么一直都是那么自私呢 这个一婷本来就抢了她姐姐的人生 现在还要在工作上打压她失忆的姐姐 她的旧情人许暗就看不下去了 她就要找到秦明浩说出所有的真相 秦明浩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你说吧 也看真相就要从她嘴巴里说出来的时候 一婷就直接来了一招 战术晕倒 我晕倒了 一山落水了 等这个假一山被救上来以后 许暗这个家伙居然又心疼了 最后她还是没有把这个秘密说出来 不好意思啊我们先走了 我停 现在一婷是确定不要许暗了 许暗就干脆去追求失忆的姐姐 至少姐姐一山用的还是那张熟悉的脸蛋 我要好好的爱你 好好守护你一辈子 妹妹一婷知道了以后又不干了啦 她又吃醋了 秦明浩 徐安 我两个都不想放手 你也太贪心了吧 我全都要 于是一婷就开始色诱徐安 徐安 你不喜欢我吗 为什么你不抱我 你是在也诱我吗 鬼圈真的是乱出了天际啊 既然追求刺激 就惯着到底了 不过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徐安拒绝了她的诱惑 还偷偷录了视频 小声嗶嗶 这是我见过最光明正大的偷拍 就这也能叫偷拍 她想用录像视频要挟一婷 让她不要再干坏事了 徐安 你有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 我不会让这视频继续存在 但你必须停止一错再错 一婷哪能受得了这样的控制 于是呢 她就安排了一个小偷 陆盆 去徐安家里面偷录像 可是陆盆没有找到录像 就打电话向她汇报情况 没有想到被姐姐一婷给偷听到了 一婷姐 我上次真的都找遍了 真的没有你说的哪个东西 确定徐安还藏着吗 姐姐一婷很愤怒 就跑去找一婷理论 你派小偷到我们家来偷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徐安 我怎么对徐安 结果妹妹一婷一激动 就赏赐了她一个 屁股堆儿套餐 是她要破坏我们 这么一摔 你瞧怎么了 她恢复记忆了 一婷你没事吧 我不是一婷 我不是叶一婷 恢复记忆的一婷 知道妹妹一婷干了那么多丧心病狂的事情 她彻底崩溃了 可他们俩现在联系换了那么久了 直接公开的话也未必有人相信 于是呢 她就开始各种暗示秦明浩 她还拿出了她以前和秦明浩的定情信物 一条围巾 你跟姐姐结婚的时候 能够百分之百确定 这个女人是你此生最爱 最想要在一起一辈子的人 一点都没有怀疑过 我非常确定 秦明浩这个傻缺 居然完全都没有看出来她什么意思 还把围巾给带回家了 一婷看到围巾吓到发疯 我劫死你 我劫死你这个叶怡婷 我劫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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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是你见鬼吧 你没事吧 此时那个莫名其妙的徐安又跳了出来 她居然劝姐姐一山停止报复 她要一山不要再破坏妹妹一婷的美好生活了 真相一旦被揭开的话 所有人都会崩溃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 让我一人独善其身 溜之大吉就行了 但是你需要的不是挽回 是去重新开始 这位哥 你没事吧 你不会怎能是被那个女人给迷惑了吧 你是在引诱我吗 更让人生气的是 这个家伙居然去告诉一婷 说你姐姐已经恢复记忆了 你一定要小心哦 什么 叶一婷她找回记忆了 你自己应该很清楚了 你做过什么 你对一山做过什么 一婷害怕真相被暴露以后 她会被赶出秦家 于是呢 她就开始在秦家的公司里各种作妖 秘密转移秦家公司的资产 到自己的账户下 不过很快她转钱的事情 还是被姐姐一山给发现了 一山就把证据叫给了秦明浩 就在大家当面对峙的时候 妹妹一婷又使出了一招 战术晕倒 你相信我吧 真的不是我 你解释给我听 我晕倒了 可秦明浩早就看透了 不吃这一招 不愧是人间清醒洪世贤 现在基本可以坐实 这个贾一山在转移公司的钱 秦明浩坐在他们家 摸鲜宝同款的沙发上 向这个贾一山提出了离婚 没有想到那个脚屎棍 许案又挑了出来 她就质问姐姐一山 为什么要举报自己的妹妹 你好无情 你认为这件事是我挑起的吗 这件事情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刺激到了一婷 你到现在还在担心你一婷 我说这位老兄 你可以立刻举狗袋吗 我快被你气死了 去死 妹妹一婷 怎么可能那么轻易 就放弃豪门的生活呢 就在秦明浩逼她离婚的时候 她直接就 她冒充怀孕了 一山怀孕了 真的 对啊 她还心得特别厉害 一直在吐 这下秦家人又把她当宝一样的呵护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妹妹一婷还觉得都是别人的错 之前因为挪用资金的事 他们要撵我出家门 可一听说我怀孕了 就对我百般和和 哼 虚伪的一家人 不好意思 你也是这一家人里面的一份子 为了蒙骗秦家人 她还在医院里面搞了一张假的必钞单子 然后也买了一块硅胶绑在肚子上 秦明浩这个大冤种 每一次和她近距离接触都没有发现 这肚子 有点奇怪 你干什么呀 我想摸摸她吗 不要摸了 不要看了 时间过得很快 眼看就到了产期 怎么办呢 于是一婷就想到 嫁祸给自己的姐姐 姐姐 是上天给我机会 我真的不是故意针对你 她故意找到姐姐 一山来和她吵架 一山一激动就碰了她一下 她马上就来一个战术摔倒 是你 就是你 我摔倒了 她还找了人在旁边偷拍 这样她就成功栽赃给了一山 是妹妹推了我 是妹妹推了我 一婷 我不会失流场了吧 姐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搞这种家伙 为了得到流产报告 她居然忽悠自己怀孕的闺蜜 说她怀了一个怪胎 必须马上给打掉 不然 恐怕孩子会弱智 这简直太禽兽了 禽兽 她搞到了假的流产报告 然后和之前偷拍的视频 一起交给了秦明浩 想把孩子没的事情 嫁回给姐姐 可没有想到秦明浩 来了个反套路 她直接去看了医院的监控 我要看 我必须知道真相 秦明浩不仅看见她 是自己摔倒的 而且还发现了 她篡改报告单 假怀孕的事情 我的生活 我的感情 全是她的工具 包括这个孩子 哦 眼砸了 这个假的一山 就被赶出了秦家 你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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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你听我解释吧 好了 不用再解释了 这个时候 那个莫名其妙的男人 许暗又跳了出来 她找到姐姐一山 说这个时候 应该可以公布真相了 你说你为什么 不说出所有的真相 这位老兄 前面不都是你不让 说出来的吗 可没有想到 姐姐一山 突然圣母心爆发 她绝对不可以 说出真相 把妹妹打入深渊 她希望自己的妹妹 可以改过自新 如果叶一庭能够改过 我希望永远这么下去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我们又可以再拖二十级 然而她的妹妹一庭 根本就没有可能改过 她装模作样地 来找姐姐求原谅 这是我跟明豪结婚 也是为了 我真的不想明豪 忘了你们的感情 怎么 你还是为我好了 你这认错态度 很明显就在胡扯啊 姐姐一山知道 她根本没有真心认错 所以拒绝了她的道歉 没有想到妹妹一庭 光速翻脸 不要再叫我姐姐 好吧 随你的便 这就是认错的态度啊 刚好这个时候 之前被她陷害的闺蜜 因为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现在发疯想跳楼 等她闺蜜要跳楼的时候 她又化身为谈判专家 把闺蜜给救了下来 只要有我在 我保证你什么都会有 来我们走吧 接着呢 她在花钱收买一些自媒体 包装一番 金豪门媳妇 楼顶救女孩 背后的真相 让人痛心流泪 哇哦 她瞬间就变成了个大红人了 秦明浩居然主动来把她接回家了 你该回家了 开心吗 这拍的都什么跟什么 事贤 请你清醒一点 爱情是最不靠谱的东西 一庭回到秦家以后 还是以前那个作妖的态度 她还对自己的姐姐一山 各种冷嘲热讽 没想到她们两个姐妹在互私的时候 居然被她们的妈妈给偷听到了 妈妈知道了她两个女儿换脸的事情 我以为这位妈妈会为姐姐做主 可结果她选择维持现做 一庭和秦明浩已经结婚了 就算是我讲出来 对我们大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喂 她们两个可都是你的女儿 你这样做是不是太离谱了 我一头怀疑姐姐一山是不是她亲生的 果然我没有猜错 妈妈自爆了 其实一山真的不是亲生的 其实你不是我的女儿 我停 难怪你那么维护妹妹一停 接下来狗姐的剧情还没完 接着许安抓到了之前 到她家偷东西的那个小偷 他问这个小偷路盆 为什么要帮那个假一山 路盆就告诉了许安 其实一山是她的亲姐姐 你为什么会认定 叶一山是你的亲姐姐 是我叔叔说的 他见过我姐姐小时候的样子 姐姐一山是被抱养的 可他亲生老爸那边还有他的照片 路盆是在家里看到的照片 才认出了姐姐 可他并不知道眼前这个一山是假的 所以他一直都在为这个假一山做事 许安就把所有的真相告诉给了路盆 其实你的亲姐姐 是眼前这位才对 你是说 你一山不是我亲姐姐 是的 你的亲姐姐是现在的叶一停 两个人还立刻就做了亲子鉴定 果然是亲姐弟 这是你一直想要的检验报告 你不是一直都想看吗 这下路盆就生气了 那个一婷居然一直假冒她的姐姐 安排她干了很多坏事 弟弟路盆说什么都要替姐姐报仇 他就把之前学案偷拍的视频 给公开到了网上 我就知道你喜欢 喜欢我的身体 喜欢我的一切是吧 网红富豪媳妇居然干出了这种事情 一婷照到了全网人的攻击 秦家的人又要把她给赶走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怎么会做出这么丢脸的事 简直是无耻 这个时候他们的妈妈又出面 求姐姐舅舅妹妹 就算我养你那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对不对 你欠我的 你现在还给我好吗 你就承认那个视频 是你做的好不好 喂 能不能不要再道德绑架了 看得我累 女主一山圣母亲爆发 她居然同意了 她还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说那个视频是她合成的 我是叶玉山的妹妹 叶玉山的不雅视频 是我合成的 这鸡群真的是让我 呕出了几十两血 看来他们还要再拖几十几 我都快崩溃了 不过这一次秦明浩的爸爸 却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他就找到专业人士 来调查这条视频 发现这个视频并非是合成的 他却继续调查他媳妇的身份 还看了他媳妇的体检报告 你说什么 他车后前留过产 秦爸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 这个时候弟弟路盆找上了门 把两姐妹换脸换身份的事情 告诉给了秦爸 你们到现在还认为她是叶玉山 那个女人取代了她姐姐的位置 她不是叶玉山 她是叶玉婷 秦爸知道真相居然没有公开 她居然单独去见了那个假衣衫 你是叶玉婷 叶玉山的妹妹 你还可以宣怀过孩子对吧 没有想到 一婷的嘴炮能力非常的强 直接把秦爸怼到心脏命突发 当场嗝屁 爸 你去跟他们说 看看痛苦的人究竟会是谁 秦爸就这样光速去世了 我真的是笑了 看来他们还能再拖十几级 正当一婷非常的满意 觉得自己没有对手的时候 秦爸之前安排的私人侦探 把之前所有调查的资料 都交给了秦明浩 秦明浩终于知道了真相 一婷曾经告诉我真相 可我没有察觉 我怎么能这样 他回家以后 马上就要和这个假的一婷离婚 没想到一婷完全没有再怕 居然当场就卖弄风烧 你跟我同床共枕的时候 你不是很开心的吗 不要骗自己了 我就知道 你很开心 是吧 看来秦明浩真的是非常的厌恶她了 一婷就这样被赶出了秦家 最后变成了一个疯子 我是叶一山是吧 我是剑影集团的儿媳妇 我是叶一山 接着秦明浩就去寻找真正的一山 可经过了那么多事情 一山也真的累了 她拒绝了秦明浩 她们各自过上了孤独的生活 我们可以再来的 你是 你放开我 我看你真的已经不可逗了 我终于看完了 这部剧真的是狗血的不能再狗血了 车祸失忆毁容换脸 只有我想不到 没有编剧写不出来的剧情 更可怕的是 它居然水到了七八十集 这家人 真的变他 我看这部剧真的是看到身无可恋啊 看在我这么辛苦的份上 点个赞赞了 求求你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不对 完结 撒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